如果是經歷就這樣會退了的話 是會自然這樣 是令到香港人和國際社會 是它將它能否入口 特朗普教對立的國際是起了疑問 起了疑問可能不是今日 可能也不是今日 是會現實到變化 因為可能這些利益是會令到 那個變化是不出現 但是隨時的發展 所以這些影響會做到報告法 今次一、二、二、三的做法 其實正如大律師公司所說 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質疑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那個基本法裡面 都找不到一個基本法 然後就依賴全國人大 是決定一個合作的協議 然後做到香港的協議 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折扣 因為第一 過往 就算我們要是認罰我們也認罰到 全國大常委會 當有一個是登議的時間 當然就住香港的法例 在基本法裡面 變成全席理解 是提出正義所謂的釋法 今次是不釋放的 不釋放的 不釋放的 所謂人大決定了 將這個協議的框架 擺下來香港 香港立法去實施 這樣 這樣就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 這個先例 是令到大家有隱憂 將來會怎樣呢 正如我在第一次發言都問過局長 在我們條例審議都問過局長 究竟這一種的做法 是不是只是局限在今次 我們洗濕了頭的高鐵西九總站 裡面一地兩檢呢 你都不敢回答 問完郭強司長 問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下不為例 不敢回答 因為大家都不敢限制 將來的是政治的發展 這個不是正好是告訴別人 挖開了這個洞之後 可能後患無窮 沒有人知道後續是怎樣 第二個就是 當我們問到 當這個問題 這個法例 是通過了之後 法院是不是要受理 去審議有關的事情 當然是 因為局長都說過 這條法例是本地法例 它自然會受到 香港的司法管轄 去審議 究竟它是不是符合 這個基本法裡面的規定 換言之 當有人提出司法覆核的時候 我們都是很自然地 又要面對另一次的釋法風波 坦白說 104條的釋法 是令它大開眼界的 大家以為釋法 就只是識自己 基本法裡面的觀察點而已 但怎麼知道原來不是 這個法例 是會有 這個法例 這個法例 是連本地的法例 的內容 都可以是 就是 一個較大範圍出來的 這個不禁令到 人們有個懷疑 就是說 如果 如果特區政府、中央政府是很謹慎地處理一地兩檢的問題 就算我退一萬步當你,想不到任何的方法 你都可能要將人大的決定變成一個釋法的形式去處理 而不是像一個很大的圖片,很大的散去覆蓋任何的事情 這個不是危機嗎?而連這一點都沒有做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憂心就是究竟特區政府在這一地兩檢 和中央政府是不是打龍通,走這一步企之後 就引來這個司法覆核,司法覆核就會通過釋法的過程 不知怎樣釋,釋到是比現在這種很局限性的內容 是更加廣泛的一個處境 我的憂心是源於這個基礎 源於就是說,這樣的釋法很自然就不會集中在一地兩檢之內的釋法 很自然就會一釋的話,是一個一般性的釋法的應用 很明顯,這樣的釋法,它的範圍一定是更加廣泛 影響更加深遠的 也都因為這樣的原因 民主黨有一個很根本的立論,就是覺得 一地兩檢在西九,其實是一個會引來釋法風波 引來我們的一國兩制的實施受到影響的基礎 而這個基礎,如果連十八條都守不住 如果連全國性的法律都可以隨意通過某些機制來到香港的話 大家是會憂心的 這些憂心 不一定,也都不是 高鐵所帶給大家的 所謂速度上面的好處 方便的好處 是能夠補充得到的 剛剛講到方不方便的問題 方不方便的問題 局長你都講過 高鐵開通了之後 最高的時間 最高峰的時間 每天有116對的車廁行走 當中八成多以上的 都是以廣州南移 廣州南移南的部分 作為一個站點 廣州南站、深圳北站、福田站、虎門站等等 這些 實質上 在香港 儘管 我們沒有最直接的連繫 但是 其他交通的網路 的競爭 選擇 絕對不少的 是不是局長有辦法令到現在 選擇著其他交通工具的同事 市民大眾 最後都要集中去運用這個高鐵 去往來 短途的旅程呢 很明顯又不是 但是 價格上面的分歧 選擇上出行點的分歧 其實就會令到高鐵的成效 實質上 不是局長所講 全香港的730萬人 都會用高鐵作為一個往來 大灣區好、珠江口好、廣州南站之下的一些地點 是一個唯一的選擇工具 再不要說到連接全國 連接全國的時間 我們有13對車是在香港出發 其他的地點 可能你都要利用廣州南站 或者是這個深圳北站 是作為換車轉乘的地點 從這一角度 那個經濟效益的計算 是不是都應該要向公眾交代呢 不是好像政府講到 那一盤實賺沒有輸的生意 如果這盤實賺沒有輸的生意 如果這盤實賺沒有輸的生意 你夠膽就講清楚出來 是吧 但是我們附上了一個兩制 開了一個這麼大的窟窿為證的時候 而是要換取一個我們未知的利益的話 這個正好就是我們憂慮的所在 這兩制定选效益 這裡面前在不斷定 有何一式的生活圈 又是一式的生活圈 在不斷定的造成 一式的生活圈 在不斷定的 但是大家也要觀察 如果你能夠分析 當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其實選擇的 是在短途的行程 那這個状況 短途的行程,在天地初开谈这个高铁的时间,其实内地的高铁系统是预计了在内地的高铁的口岸,是设立一个口岸区的,做好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就已经成为双赢了,我不相信对于短途旅程作为出发点的香港市民,是会真的很紧张,究竟我们一地两地, 在西九做了所有通关的手续,是最重要的考虑,还是我只需要有一个选择,就算你要出关,无论是福田,无论是深圳北,或者是广州南,要出一出关,是不是有这么大不了的一件事呢? 如果不是的时候,又为什么会值得我们用这么高昂的制度上的代价,去换取这个这么小部分的优势呢? LEE 图长 民主派,民主党,那么久以来,对于一地两检,对于高铁,我们的评论,其实都是担心制度上面的改变,是会令到香港的优势, 我們是在全中國裡面省市的獨一無二的狀態 是逐步被蠶食 這是一個根本問題 如果特區政府和保皇黨建制派 是覺得香港是應該成為大灣區人 不需要成為香港的話 這個正好就是我們在意識形態上最大的分別 就算是大灣區長遠的發展 如果香港自己本身不能夠 建造我們自己應該有的國際城市 建造我們能夠吸引到全世界人才的經驗的話 的一種能力的話 那其實慢慢我們的地位 我們的光芒就會消失 去到那個時候 就算我們在這裡升西力氣去講 什麼本土啊 什麼香港本位啊 可能已經太遲了 到我們成為灣區人的時候 香港的個角色 和地位 又去了哪裡呢 是否通過這個過程 使一國兩制的實施 提早在香港 完成我們的歷史任務 令我們成為灣區人之後 很多煩惱都不用再現 但這也是民主黨最不可以接受的地方 因為一國兩制就是保障香港最重要的屏障 我們必須要捍衛的 你的發言時間到了 劉業強議員 大主席 發言是支持政府提出的 港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自從政府去年七月公布以三步走的方式 進行一地兩檢立法 不知不覺就快一年了 去年十一月 立法會進行一地兩檢安排的 後續工作的侮辱出力議案辯論 今年二月成立法案委員會 詳細研究條例草案 與政府開了十七次的會議 歷時四十五小時 並舉行了兩整天的公聽會 到今天終於走到最後一步 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 議案這條草案 審議這條草案 一地兩檢法案委員會的逐條審議 工作是可謂幾經辛苦 排除萬難 社會高度關注一地兩檢的安排 例如是否符合中國憲法和基本法 內地口岸區會否限制香港人的權利 高鐵遇上事故時 緊急逃生的安排是怎樣 純粹我提出的 都不是審議條例草案最艱難的地方 因為這些疑慮 政府都已經回答了 並且在補充文件中逐一釐清 台主席 過程最辛苦最艱難的 就是對於一地兩檢 抱著懷疑態度的反對派議員 是不斷地重複提問 是屢次衝出座位 是製造混亂的場面 又刻意離開會議室 是製造留會 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延消時間 是企圖阻礙草案的審議 行好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 每每在關鍵的時刻 作出果斷的決定 是讓法案是能夠如期交上來審議 高鐵是接通香港和內地的交通工具 更加是香港經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管道 是香港經濟振興的大動物 正所謂是路通則人通 人通則財通 一地兩檢是對乘客最方便 最節省成本的邊境方法 西九龍站日後實施一地兩檢後 乘客可以一次過在站內 完成香港和內地的通關手續 方便快捷 是不用各個拿著行李 是下車又上車 證件又要多查幾次 既然香港是已經回歸祖國 選擇一個便利港人和旅客的邊檢安排 市民有什麼值得是爭議呢 越港澳大灣區的藍圖是逐漸成形 香港在創科產業、金融、專業服務業都是具有優勢 只要我們願意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鞏固自身的優勢 即使環球經濟是形勢不穩 相信香港是仍然可以 保持穩步增長的勢頭 開拓更多發展空間 未來一日子 香港和大灣區九個城市的交流 必定更加頻繁 高鐵正是促進城市之間經濟交流的主要工具 方便香港專才是北上發展 反對一地兩檢的議員質疑合作安排和決定的憲制和法律的基礎 又認為將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內地以內 而適用內地法律的安排 違反基本法和不合憲 我都是無法認同 首先合作安排是香港特區與內地達成的協議 是行政措施 決定是內地法制下的法律 即使兩者定立後 條例草案仍然需要在立法會通過和生效 才能夠在香港落實 政府多次的解釋 根據條例草案第六條 及合作安排第四條 就是內地口岸區法律的適用 是管轄權的劃分 內地口岸區是視為於香港以外 並處於內地以內 視為條款是香港和內地為落實一地兩檢 實際運作需要而達成的協議 做法是並非新鮮事 07年的深圳灣的口岸區的條例 亦都是制定過類似的視為條款 一地兩檢並非香港獨有 過去數十年全球都有多個地方 實施一地兩檢 舉例英國和法國 早於1994年 就海峽固定通道設立的聯檢管制安排 有關安排是於2001年推展到歐洲之星 客運火車的選定的車站 2003年推展到提供橫越海峽導輪服務的選定港口 作為跨境的高鐵 歐洲之星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英法兩國在邊檢上實施一地兩檢 以及並置邊境的管制 即是兩國互相在對方境內指定的車站或者港口 設置檢查站 由派駐的海關、移民局和警察等的執法人員 是實施檢查提前為跨境的旅客辦理入境 是檢疫等的手續 當旅客抵達目的地後 便在無需辦理任何手續直接入境 以倫敦出發往巴黎為例 旅客在登車前 是接受法國的派駐執法的人員去檢查 提前辦理法國入境手續 當火車到達巴黎後 旅客便不用再辦理任何手續 是直接進入市區 反之而言 這些什麼外國例子 都是先訂立雙方的協議 再進行當地立法 與香港今次的一地兩檢安排相似 做法符合國際標準 合法合憲 並尊重一國兩制的精神 有些人擔心在區裡面 管制區包括在營運中的列車 被限制了自由和權利 這個顯然是幾人優天的問題 是否坐高鐵 大家是有權選擇 如果你不認同有關的安排 不接受一地兩檢 但可以不坐高鐵 是改搭火車、飛機、房內地 使用一種是你認為 保障到你自身權利的交通工具 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 你未必完全認同隔離村的規矩 但你入得這條村 你應是要尊重他人的行事方式 遵守當地的法律 有議員形容一地兩檢 是將香港人的權利斷送 以上的陰謀論 源於他們對香港政府 和內地政府的不信任 無論開多少次的會議 辯論多少個小事 都不能夠解開這個結 我舉例 香港人比較擔心個人資料 是不知情 沒有授權的情況下被揭取 曾有議員問政府 內地部門有沒有權 由香港電信箱 從香港流動網絡服務供應商 匯集證據 調查在內地管制區的事件和罪案 政府回答就是 服務供應商的經營 是由香港特區 依據特區法律實施管轄 屬保留事項 因此香港電信箱 在內地口岸區提供服務 包括是否可以揭露顧客的資料 受香港法律管制 內地法律並不適用 我認為香港的法例已經合理地保障港人的權益 即使反對派議員不相信內地政府 也不應該不相信香港的法律制度 我預見不到香港人會斷送了什麼 主席 在香港地理範圍設立 內地管制區的概念 是比較新 我們需要時間適應 到真正實行時 我預見仍會有些事情 是需要執漏 但我並不代表 一地兩檢是不可行 是不應行 正正就是反對派議員的 在香港的懷疑論 陰謀論 拒絕接受新的事物 故暴自封 這種表面上是很有原則的姿態 但卻是令香港錯失很多良機 落後於其他亞洲城市 主席 早前兩次公聽會 大部分出席的市民都支持一地兩檢 自稱尊重民意的反對派議員 今次對民意卻視而不見 是對政府的解說聽而不聞 以上的種種行為 是對香港發展是沒有半點的幫助 只會是拖到香港前進的後腿 為了令高鐵可以在2018年第三季順利通車 對我們今天沒有睇一條做法 完全沒有結果 算是對香港法議員 很緊張 目標則對省人士の reimagine 就是由日本歷瘡地 100hm 今日的機會將自己一直聽到的民意聲音帶到入議會 講給一些仍然堅持反對潮例草案 還繼續以拉布的形式想拖垮整件事的反對派人士知道 我仍然很記得政府在2009年拍板興建高鐵 到後來2010年1月在立法會通過撥款 當時還曾經試過有人包圍立法會 其後經歷工程延誤等不同的情況 九年後的今日港鐵現在已經在試行營運港深港高鐵香港段 今年九月能不能夠通車 除了取決於港鐵試運是否有足夠的工程安全品質監控之外 現在我們立法會埋門一蓋 通不通過條例草案完成三步走的最後一步 第三步至關重要 此時此刻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帶看看 高鐵香港段由建造、總站選址、一地兩檢等安排 其實都在爭議性處理 在不同的時段不少的人都透過立法會或者其他平台 在這項工程所花的時間和心力真的很多很多 包括了審議條例、工程監督和內地協商、鞏固法律基礎等等方面 當中的歷程其實真的足夠可以寫一本書 主席,我今年三月下旬加入立法會 但是我一直這麼多年都很關心高鐵香港段的興建和發展 很多市民、很多街坊經常都問我 不明白為何聽了那麼多年 等了那麼多年 都是只有一個等字 為何高鐵一直都未成事呢 主席,香港是一個多元化、有言論自由的社會 條例草案委員會經歷了十七次的會議 四十五個小時的討論 再另外有兩個公聽會也都用了十九個小時 我自己都有幸在當中有很多的參與 聽取了很多公眾和團體的代表 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在審議的過程裏面 委員會聽了提出了很多的意見和提問 也都推動了政府去做了很多的更進和釐清 例如是遇到突發及緊急事故的聯絡機制 有沒有口岸的協商機制、聯絡員制度等等 我自己覺得來到二讀及三讀這個階段 我很希望這個條例能夠順利獲得通過 高鐵順利通過 最大的贏家一定是香港市民 因為中醫可以向前走多一步 我們用了八百多億的公帑 我們將會迎接到一個西九龍總站 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 我們在市中心坐高鐵 四十八分鐘可以去到廣州南 長途一點 我們就可以去到汕頭、廈門、上海等北京十幾個不同的內地城市 當然啦 局長現在市民在西九龍總站 購買直達城市的二地票 營運商要收手續費 我很希望局方繼續跟內地單位磋商 讓高鐵的票價可以稍微調低一點 在通車初期提供多些折扣的優惠 吸引更加多的乘客 使用這條這麼便捷的鐵路 亦都可以配合我們早前去大灣區的種種的政策出台 以及我們的火速的發展 讓我們更加便利來往兩地 主席 說回這條條例的細節 條例的草案是八項的條文 條例草案的立法目的 是要繼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簽訂設立口案合作安排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及批准安排決定之後 以本地立法形式三步走確立鞏固一地兩檢安排的法律基礎 而背後更加重要的意義就是令到我們這140公里長的港深港公鐵 可以通車將香港段26公里的高鐵網絡 直接聯繫到我們國內的大灣區和更加多重要的城市 促進人流、資金流、兩地人民互聯互通、往來和交流 當中所建立的聯繫 所引來的發展和經濟相依是非常之可觀的 主席,我明白有些反對派的人士始終質疑調例背後的法律基礎 但是無論大家再爭論多少個小時都好 我覺得不可都不能解決支持和反對者彼此理念上的分歧 但是我也很希望大家也要聆聽一下大多數市民的聲音 我們民建聯過去就著高鐵就做了很多次的問卷調查 在前天我們都公佈了在4月下旬我們進行的調查 結果是一個屬於追蹤的調查 結果顯示接近六成六 是六成六的受訪者同意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 是最方便和快捷的方案 相對起上年九月同一條提問 是多了百分之三的市民認同和同意的 就西九龍設有內地口岸區 內地執法人員在指定範圍可以執行內地刑事法律 亦都有六成三的受訪者贊成 亦都比去年九月五成八的贊成多了五個百分點 至於有沒有違反基本法 有四成六的受訪者認為一地兩檢是沒有違反基本法 至於沒有破壞一國兩制都超過一本受訪者認為是沒有的 總觀民調 市民是普遍支持高鐵香港段的興建 以及贊成現在的一地兩檢的方案 至於有人質疑條例草案是違反基本法或者有矛盾 就麻煩局長了 又要做多些宣傳 說給他們聽到 其實說明一地兩檢是絕對符合基本法的 市民是很想快點有高鐵坐 特別我亦都聽到很多在九龍西的市民跟我反映 甚麼時候可以坐高鐵 我很想坐高鐵回鄉下可以快點不用那麼麻煩 我很想去其他地方旅遊探親 工作回內地工作營商 相信我亦都會未來有一個高鐵熱 所以我亦都不贊成有修正案 說要將要制定的條例拖延罕獻 當日後的一年才去生效 相信這個市民亦都絕對不能夠接受 亦都說回了 有同事亦都質疑說我們民建聯的調查結果 有些誤導性 又說支持 市民支持西九龍站設有一地兩檢 只是拿不夠七成的人支持 如果你做到九成十成就對了 這個說法的邏輯 是不是就想說人家的民調是造假 市民的意見是假 背後的目的其實就是很簡單 是因人廢言 不接受現實 主席 另一個謬誤 他們說一地兩檢是否有違反基本法 是否有違反基本法 不應該只是著眼民意 亦都要聽專業的意見 我只是想由衝講一句 法律觀點是很重要 但是民意是一樣重要 而人大常委會確認 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 簽訂的合作安排 並且作出批准和決定 認為一地兩檢的安排 是合乎國家的憲法和基本法 但我就不明白了 反對派就說人大常委的決定 是毫無法律依據的依據 決定 已是法律的一部份 你可以有言論自由 質疑你的決定 你就用你的一票可以選擇不支持草案 但是不要選擇 讓市民非常之生厭的拉布 拖延的手段 想將這件事拖垮 在一國兩制之下 我自己看一地兩檢 已經是有一個最穩妥的法律基礎支持 主席 大家看看昨天和今天的會議 我們用了九個小時 提出了和討論終止待續議案 昨天點算人數超過十次 今天點了很多次 亦都是自相矛盾的 其實大家就說不夠時間在這裡討論 但是你現在這些點鐘響人數 花了這麼多時間 這些是否拉布和想拖垮的一種呢 我絕對覺得是絕對浪費時間 主席 作為九龍西區的立法會議員 我想說一下對高鐵香港段通車之後的一些期望 在四月下旬 我就以委員的身份參觀過西九龍總站 從簡介了解到港鐵估算高鐵香港段 每天大約有十萬九千人乘搭往返 平均每個小時說五、六千人了 出入西九龍站 我自己就很緊張 希望西九龍站的交通配套可以做得好些 在九月通車之後 當局怎樣做好疏渡乘客的預案措施 幾千人同一時間在總站出入 究竟有多少人去了乘港鐵 多少人去了乘的士 多少人去了乘旅遊巴 我們的人流管制怎樣做呢 即開通營運初期 運房局和運輸署 會不會可以做一個專責小組 去監督和應對突發的情況呢 希望局長都想一想 最後主席 我認為若果立法會順利通過條例草案 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的開始 政府仍然有很多協調的機制 優化票務的安排 還要繼續跟內地磋商 我自己就很期望一有結果 就一定要開城布公 向我們立法會回報 在高鐵測試運行期間 如港鐵發現了任何誤情相的情況 亦都是一樣 一定要向我們公眾作出交代 當港鐵服務開通之後 遇到營運人員往來 內地和香港司法權執法爭議 內地口岸區或車站與台安全措施等的問題 我們亦都承諾民建聯會繼續積極更進 而我也都期望 政府和港鐵一定要繼續提高透明度 定期去到立法會匯報 香港高鐵香港段的營運情況 主席 我僅此陳詞 支持條例草案 鄺駿宇議員 多謝主席 正如剛才鄭永信議員覺得好 他說他留意了這個工程 要數到他09年的時間 這個高鐵的前世今生 的確是這一次我們討論這個異讀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步 尤其是剛才鄭議員提一個名叫高鐵熱 我以為是病名來的 我擔心香港感染這個高鐵熱的時候 要問一問 李郭靈醫生怎麼辦 因為這個病徵是什麼呢 我們將會在今天作這個決定之後 很有可能是十年後 二十年後的香港要受這個問題 我們犧牲了我們的基本法 我們犧牲了我們的法治 這是鐵真真的事實 看回剛才提高鐵的前世今生 我看回原來吳京吳角 剛才提2009年 我人生第一次去立法會公廷會主席 就是來這裡講高鐵 當時高鐵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要興建這個高鐵的時間 經過新界的地底 但是這個高鐵的規劃 我當時完全沒有諮詢過新界人 我經常說這條鐵路 就是收新界的地 拆公公婆婆的屋 為居民的家園 棄老百姓於不貴的一條高鐵 當時社會的聲音很爭議 是很爭議的 當然很爭議 當時最初做價657億 當時我們就說了 657億 這個億字對市民來說可能太遙遠了 但化成當時在09年的數字 我們發現一件事可以做到很多 當時我們很想做的事 我們可以回購了東西稅 我們可以做了這麼多個本地的鐵路發展 我們可以全香港匯人分一萬元 都還有找 當時已經有很大的爭議 所以剛才鄭議員提到的時候 一直都在想 09年的時候我做了什麼呢 我來這裡公廳會 帶著元朗區居民的聲音 當時如果你不是蔡元村的人 你感受不到蔡元村有多痛 之後高鐵令到牛潭沒有地下水 因為你不是牛潭的人 所以你感受不到牛潭的人有多痛 到後來呢 因為你不是香港人 所以感受不到高鐵令到香港 鄺俊議員 帶來了什麼問題 我想提醒你 我們現在二讀辯論 是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你剛才我容許你兩分多鐘說的那些話 你在終止辯論也提過的 所以請你回到這個辯論 主席 終止辯論的時間 你終止我不讓我說 你記得嗎 所以我才要有一個開場白 也都在回應所有同事 你都沒有終止上一位同事的開場白 請容許我繼續發言 主席 主席 剛才說到 那個前世今生就是由09年開始到今天 我們一直都說 喂 這個鐵路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建 究竟中間有沒有問題 而當時我們真是很記得鄭俊華 出來拍了心口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你們到時 你們看著你 近乎 不斷跟我的村民一起這樣說 看著來到今天了 2018年的時空 我有幸能夠置身在這個會議廳 我要將一些我聽到的聲音 一些民意帶進來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聲音 就是高鐵 由你超之開始 那個問題已經嚴重浮現 一直浮現出來 究竟值不值得用這麼龐大的公帑 這麼多問題不解決 去開這條高鐵 到今天 容許我形容 這是一地兩檢 簡直是高鐵的最後一關 就是在這個會議廳裡面 過了這一次的討論 過了這一次的辯論之後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有機會 再有這個時間 場合去討論 但對我而言 這個整條的高鐵 我真的近乎是由頭看到落尾 我真的看著它 怎樣去令到受影響的人越來越多 證明主席剛才提過 我中之代做的時候也看過 喂 問題浮上水面了 我昨天要高舉這個東方日報去講的時間 政府怎麼處理呢 政府怎麼解決呢 那些我是落到地的 我是兩個禮拜前 我去到牛潭美當地 去看你們高鐵 令到那些樓裂了 你們是沒有人去處理的 我想強調一定要留個紀錄的 是因為當時你的地盤仍然存在的時間 你們有承辦箱 承辦箱就因應政府的要求 就走去幫審 幫忙去做一些維修 維修的過程裏面就說 我們不是承擔責任 我們是本住輪社和睦的關係 來幫你們維修一下 現在地盤撤走 承辦箱不見了 但這個問題是甚麼呢 這個問題是正正今天我們很簡單 很闖綴通過一地兩劍之後 你說甚麼事都沒有 十年後我追回你也追不到 我追不到你 鄭宇和我走了 今天到陳凡局長 這些問題是一定要在這個場合 去留下一個紀錄 去讓大家知道 我已經的小字就是 你的車經過甚麼地方 導致到甚麼人受影響 我再進入的就是我們為了主席 鄺駿議員 你如果繼續來提 我就唯有終止你發言 我們現在在辯論中 是廣深廣高鐵一地兩劍條例草案 請你回到這條條例草案 主席 我們兩者是有關係的 在一地兩劍的狀態 就是這條高鐵最後通車前陣 我們在委員會的階段討論了很久 我們討論的其中一個要點 就是那個保留事項 保留事項我都提過 如果我們不在很仔細去研究 或者我們不可以盡我們最大的能力 將所有的想像都擠在裡面 這些情況一旦發生 留給謝荊州 一直沒有回頭 我們是將我們的香港部分放出去 所以來到這個時間 我已經是很 用一些很實正的例子去講 你高鐵視斜 你鎮到那些人 樓有裂 你一地兩劍 你帶頭破壞我們基本法 賦予香港一個最重要的法治精神 而這些 這些種種 在整個香港社會 在這一刻 你到街上問一問人 可能你跟他們討論 究竟一地兩劍裡面發生什麼事 委員會裡面 剛才我討論過的 那八大事項 那個保留條款裡面 有什麼是能夠保障對香港人 抱歉未必是全國社會最透徹的明白 但我已經預示到一件事 正如我剛才所講的 前世今生 09年的時空 我們已經在講 你去建這個高鐵 到其實一定有很多問題 現在問題浮現 到2018年的今天 我們會說 你未來的時間 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因為到時 你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香港本身法治制度的情況 會發生一些權責不清 一些內地人員 怎樣跟香港的高鐵人員 去作出配合 甚至會有相違背的情況 出現的時候 怎樣處理 我們已經預知了 已經預告到了 但是怎樣呢 我們在今天 擺在眼前 這個一地兩劍 我們還要硬 數舊票就通過 這個不是可悲嗎 難道以前是沒有任何替代方案 沒有討論過 不是的 當時 我在元朗區議會 做議員的時間 開始跟高鐵的時間 已經是有民間團體 去提出不同的方案 給政府想 政府不理 你們認為 你們的一套是100% 沒有問題 但是抱歉你們 一個錯漏百出 整套的 由興建高鐵 到現在一地兩檢 整個條例草案裡面 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都仍然是有無數過 移民 是政府不能 是完善去回應和解決 市民會問 如果你說你要便捷 剛才有同事都提到的 你現在連可憐到 你是要買車票 你都要給手續費 你是要可憐到 就是說 一些裡面 今天才有報紙還在說 水廉洞 水浸 有鼠環 你高鐵站 我真的覺得神奇超卓頂級 這些是眼前見到的問題 我們在最後一個場合 就是這個場合 一定要在這個位置 去追問 去留一個記錄 去政府回應 你究竟怎麼搞 這個爛貪子 你打算怎麼搞 還是只要捱得過就可以了 捱得過這一次 捱得過這一次 然後十年後 就與我無關 我們已經見證太多了 十年了 十年前又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今天 到我們現在最後關頭 的時間 我們要靜心去想一想 整個高鐵的靈魂 就是由你起初 其實民意爭議性不斷 到現在你要去推這個 一地兩檢 因為你知道 我最後警告你 如果你繼續離題 我就唯有停止你 主席我有什麼離題 主席你的三道 一地兩檢的草案 不是說高鐵的草案 兩者是同一的 主席 請你回來 這個一地兩檢的條例 主席我是新議員 你也是新主席 你不認識你可以問鄭育成 主席繼續 放在眼前 一地兩檢 一地兩檢 問題是在於 如果我們今天 是被他去通過的時間 我們是一些最基本 我們由頭去認識 基本法的時間 我們那個最關鍵的精神 我們不見了 為什麼我一定要花時間 去講和民生有關的東西 因為我帶著他們的訴求 來問政府 正如剛才我說 受影響的不止是元朗 不止是遊談美 接下來是受影響的香港 我們甚至想像不到 一地兩檢通過之後 我在委員會追問過很多次 可能半開玩笑 但其實我真的會覺得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已經不說跌落軌 怎麼辦 這些是可能發生的 我已經說 我已經很認真地去翻查 升降機條例 有這些扶手電梯的危險 意外 如果在高鐵站裡面發生的話 怎麼做 權責不清 為什麼不可以去 為什麼教了之前 我們要爭取的中指代做 是因為將這些條例 這些條文 拿回去委員會 我們是可以的 主席 我們是可以在條文裡面 去加一些細質 在保留事項裡面去處理回來 說怎麼擴大 香港人 或者香港的海關 香港的部門 是能夠在這裡 爭取到更加大的空間 尤其是 現在你竟然是 在西九龍的地下 有一部分的地方 不屬於香港 這個是令人很詫異 因為當你有一個最直接的例子 就是你入到高鐵站 你遇到問題 你打999 你博去公安的 然後 這個問題 就是正正 現在我們在最後階段 說到底 高鐵 一開始應不應該起 已經爭取了一輪 你勉強過 一地兩檢 對不對 我們說不對 你說沒有問題 你勉強過 我們現在沒有能力 我們沒有水晶球 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但我們最簡單 就是看到前世今生 就十年前 如果讓我們選多一次高鐵 應該應該在香港起 你看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真是 如果他們有不同的原因 他們折停高鐵 OK 可能這個不能發生在香港 但到今天 我們放在眼前 高鐵放在眼前 一地兩檢 整個制度 就是我們認為它是破壞 將我們這麼辛苦 一直以來守住那條線 破壞得體無顏膚 你試過第一次 你就會試第二次 而這一次最諷刺的地方 就是在香港的市中心裏面 地底 所以你說 如果我形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十年後的光景 十年後的光景 如果到時 我們回望 要有人翻查 今天這個議會辯論主席 我們一定會問 為什麼當時 我們不會問ABC問題 可能ABC很快發生 就是你們通車之後 現在放在眼前 排在次序的車票 你不能直達某些城市 你的車要停 你有些位置就是 你去到深圳要下車 現在試車都已經令到 有屋裂行 所以高鐵不能用到最快 最快的速度等等 這些問題 到時會浮現 我也都相信 到時 只是說一地兩檢 這件事到時 都有很多問題會浮現 而到時 大家 在今天在位的朋友 拍下樓有走人 不需要處理 這樣是不是公道呢 我們是不是 對我們香港人的下一代 是負責任呢 回歸最切實的問題 我們從來 香港最獨特的地方 香港本身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就是本身是香港 我們有一條線 河水不凡者水 做得最好 在這麼多年以來 東方之珠的美雨 再到一直以來 我們的創作力 生產力一直都霧跌 到近年 到政治環境 氣候變化 到這個高鐵路線 到這個一地兩檢 要所謂的各地兩檢 你的一露露點 露點當然我們就說 你相信我 我說OK就OK的了 你相信我 我不需要給你這麼多資料 這種態度 這種完全是漠視 甚至是會覺得 說那個謊言 連自己都騙了的時間 幾年後 換了身份 我們追就追不到你 但我們有責任 我們仍然在這個地方生活 我們仍然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留一個 怎樣的香港 給我們下一代 所以主席 用回我的發言 最初最初 請你停止發言 請你停止發言 請你停止傳言 請你停止傳言 今天我是帶著極沉重的心情 去就 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 作出 易讀這個發言 因為立法會 又會多一頁黑歷史 就是二零一八年六月 立法會 是通過一條 違法 違憲 嚴重違反基本法的 所謂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 我一直都很不明白 為什麼特區政府 甚至是北京政府 要選一個最差的方法 去引入內地法例 去嚴重踐踏一國兩制 建立極壞的先例 當然 條例草案本身 亦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 存在漏洞 甚至是謊言 我想和各位議員說 今天 去到辯論條例草案 我們不是再說 高鐵值不值得起 高鐵的經濟效益 究竟是高還是低 你個人喜歡或者不喜歡高鐵 你會不會坐高鐵 亦都不是拿民意調查出來 說多少香港市民支持高鐵 支持一地兩檢 我要集中說的是 因為我們覺得 現在我們眼前這個條例草案 是違法 是違反基本法 所以 剛剛有議員說 為什麼我們逆民意 這麼多民意支持 對不起 犯法就是犯法 如果民意覺得支持 應該先修改法例 不是說民意支持犯法 我們就順應民意去犯法 應該先修改法例 根本 特區政府好 北京政府好 有更多更好的方法 去處理 港深港高鐵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 為什麼 要選擇這個最差的方法 在一國兩制 構成最大的害處 最大的傷口 就是這條條例草案 會劃出一個被視為在內地口岸範圍的地區 並表明該地區是視為香港以外 並處於內地以內的範圍 儘管這個內地口岸區 仍然在香港特區的界線 但是就要透過這條條例草案 將這個內地口岸 劃為非香港法律管轄的範圍 更加要透過這個條例草案 令到內地法例可以在內地口岸實行 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 除了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例之外 香港特區範圍內 只實行香港法例 因此 整個法例的目的 早已觸犯了基本法的第十八條 我們每一個議員宣誓都說會擁護基本法 但是政府當局偏偏就是要逼議員通過這條法例 令到內地法例可以在香港一個範圍裡實施 因此 我們遲一秒通過 遲一日通過 都被你們抹黑成為罪人 阻住地球轉 作為一位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 怎麼可以通過這條明顯違反基本法的條例草案 因此 我覺得凡投票支持這個違憲違法的條例草案的議員 其實他們是違誓 違反擁護基本法的誓言 這兩個禮拜 香港立法會就上演一幕 史上最大型的集體遺誓事件 為什麼香港政府 特區政府會無視基本法 要向立法會提交這個違反基本法的條例草案 有這麼多更好的方法 更多的替代方案 為什麼 我真的不斷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 北京政府其實就是想透過這個條例草案 表面上 民生議題 市民想快捷方便 借這個機會 就立一個破壞一國兩制的先例 事實上 我們絕對可以不違反基本法 在內地口岸實施一地兩檢 就是所謂的替代方案 我們亦都可以 透過修改基本法 修改特區界線 令到內地口岸不在特區範圍之內 這個亦都不會違反基本法 亦都不會對一國兩制構成這麼大的衝擊 但是 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都覺得 修改基本法不是一個好方法 他們口就說沒有需要 你們這樣做 是開創了為了便捷 我們不能夠開創為便捷 就引入內地的法例 為便捷就破壞一國兩制的先河 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和建制派要去到盡 無視基本法的規定 強行在香港的內地口岸 透過本地立法實施內地的法例 如果今天得請 日後 是不是會有更多地方 透過本地立法去實施內地法例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這麼大的擔心 一地兩檢草案 會成為一個極壞的先例 政府很大機會會在更多香港的地方 更多在不同的範疇 用同樣的邏輯 在香港實施內地法例 因為特區政府的確沒有答應 這次引入內地法例的例子 是不是下不為例 在法案委員會裡面 我們不斷要求政府回答這個問題 這一次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 在香港畫個框出來 變成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例 是不是一個特例 是不是下不為例 希望政府回答 是 是的 是不會 在香港其他地區其他範疇 是引入內地法例 但是政府是拒絕 答應 當然有議員 梁美芬議員 我是最記得的 當然不要說下不為例 如果這些是好事 當然多多益善 陸續有例 你說香港市民怕不怕 政府不斷引用所謂相稱驗證準則 指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符合公眾利益 有迫切需要 社會代價和社會得益是相稱 內地法律只適用於內地口岸區 然後有一套很荒謬的說法 就是不是在全香港實施 只是在那個框那裡實施 不是對全香港的市民實施 只是對旅客實施 不是強迫你要受 你去到西九買票 入到內地口岸區自受 不是香港警察香港的執法人員實施 是內地執法人員實施 我想不同的議員都提出了很多次 如果這個是能夠成為你的相稱驗證準則 那些準則的話 根本是後患無窮 只會令到更多市民更加擔心 你可以這樣去曲解基本法 政府可以基於這個條例草案的先例 日後又基於其他社會經濟原因 又拿個相稱驗證準則出來 又通過 又可以做了 透過本地立法 因為立法會的大多數是建制派 保皇黨政府說什麼 北京說什麼 你們都會支持的了 現在又引入內地法例 介紹香港的法治和一國兩制 是名存實亡 主席其實我現在的心 都已經不是在想這條條例草案 因為這條條例草案一定會通過 我在想通過這條條例草案之後 下集會發生什麼事 下集大家當然會知道會有司法覆核 所以我最近都看很多 關於司法覆核 關於人大釋法的書 這本大家都值得看 第五次人大釋法 只是講104條而已 但我相信第六次人大釋法 很大機會 就是因為這個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 我知道有些建制派議員 謝偉俊議員都在議會上說 就是正正禁負爭議性 應該盡快通過 快點通過 快點上法庭 在法庭裡解決 越早解決 就越好 我知道很多人心裡 你便去司法覆核我 我怕你嗎 因為司法覆核 最後 很多情況出現 可以在條例通過之後 人大主動釋法 未有個案子 主動釋法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 合不合 合不合基本法 現在是任你說的 又或者 當有人提出司法覆核 未去到終審 不用由終審去 去提請人大釋法 已經好像104條這樣 人大又主動釋法 所以 我看回上次104條 人大釋法之後 大律師公會的幾段說話 我都希望在這裡 跟香港市民分享 104條 跟今次 如果 因為一地兩檢而出現的人大釋法 會衍生的風波 衍生的破壞 衍生令到國際社會的擔憂 我相信會更加大 當日在104條釋法的時候 大律師公會說 本會認為 事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中 就該問題加入詳細解釋 既無必要 亦不適合 這個做法 難免會為香港 為香港立法之嚴 令市民懷疑中央對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決心 其實 這次如果 如果 這個一地兩檢引致 人大釋法 對於香港的法治 對於香港的國際形象 影響更大 當然 你們就說 那你不要施法法 你不要施法法 主席 其實 除了 這個 大原則 即是違反基本法之外 這一條條例草案 本身 都有很多不清晰之處 存在數之不清的漏洞 甚至存在不少欺騙公眾的魔鬼細節 亦都令到大家不能夠支持這個條例草案 由於時間所限 我講出一兩點 例如 內地執法機構人員 是否有權 在內地口岸區 進入非內地口岸區的範圍呢 這條法例 法例本身 是沒有很清楚地寫出來 根據合作安排 內地執法人員 是不得在非內地口岸區執法 但是就沒有講明 內地執法人員 是否不得進入內地口岸區 那我們當然會問 在法案委員會裏面 政府當局強調 根據決定和合作安排 內地執法人員 不得進入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 在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 亦都沒有執法權 但事實上 在人大決定和合作安排 只提及內地口岸執法人員 不得在非內地口岸區執法 是未曾講過不准內地執法人員 進入非內地口岸區 所以針對這個 我在一陣間全體委員會的階段 會提出修正案 大家會覺得我的修正案 為什麼這麼重的刑罰 如果內地口岸區執法人員 進入了非內地口岸區 正正我是想突顯 這條法例裏面其實是沒有處理到這個問題的 另外一個不清晰之處就是內地法律的定義 內地法律四隻字在一地兩檢條例草案裏面出現過多次 但政府從未就內地法律四個字作出清晰的定義 但條例草案又說明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 在內地口岸區履行職務的人員也須遵守內地法律 一般市民認為內地法律是指明文的法律 或者行政指令 但實際上什麼是內地法律呢 在內地都不是很清晰 中國政府實際上那些不明文的命令 有時才是最難頂 很多時候都是凌駕了內地法律 或者凌駕了一些明文法律 主席基於上述理由 本人是非常反對這個違反基本法 破壞一國兩制 建立極壞先例為目的而定立的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亦都認為這個條文不清 漏洞百出 建立在謊言上的條例草案 不應該獲得立法會通過 因此我必定反對這個條例草案的異讀 雖然很多市民都好像馬時亨這樣想 覺得很多反對這個條例草案的議員 都是阻止地球轉 但是這個令我更加確信 我們的堅持是應該的 還記得十幾年前 少數議員反對領會上市 亦都被大多數市民和政客 說阻人發達 慘成過街老鼠 我相信終有一天 我們講的很多問題必然會出現 當年支持一地兩檢的市民和政客會後悔 並且要承受支持一地兩檢帶來的共業 姚思榮議員 多謝主席 首先我申報我入職的公司 是有代售這個內地的高鐵票 將來也有可能會賣由香港出發的高鐵票 主席 本人是發言支持 港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港深港高鐵香港段 自2004年開始規劃到2018年才能夠投入使用 進度緩慢 期間由2008年行政會議批准工程 到2010年和2016年兩次立法會撥款 引發了不少風波 現在才能夠進入最後階段的一地兩檢方案 本地立法審議工作 整個過程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反觀和我們同期規劃的港深港高鐵 港深段已經在2011年通車 香港足足落後了七年多的時間 記得在2008年行政會議批准的時候 造價預計只是440億 但是當時預計員工的日期是2014年 但是由於工程的難度較高 期間經歷了種種的政治紛爭 導致工程的延估 這個價格不斷地上升 最後總的造價上升到844億 這個增幅幾乎一倍 反對派以超資為政治本錢 不放過任何一次的抹黑機會和攻擊 以致曲解一國兩制的機會 令不少人受到這個誤導 質疑高鐵的成效 甚至反對高鐵投入使用 他們除了認為違反基本法之外 亦認為高鐵投資巨大 只能靠車票收益 根本無法收穫成本 因此將高鐵視為大白象的工程 這些短視和缺乏客觀分析的觀點 並不能真正反映到高鐵的實際價值 大家應該知道 隨著內地經濟和交通網絡高速發展 周邊地區的經濟條件的改善 區內的交往越來越頻繁 出外旅遊、交流、商業等不同形式的活動 是越來越多的 香港一定不能夠錯失這個機會 政府必須做好規劃 增加投資交通基建項目 完善交通配套 以免落後於形勢 以便踏上內地發展的高速列車 所以香港高鐵項目 應該視為重要的交通配套 為了維持香港在區內競爭優勢 而作出貢獻 是否能夠收到成本 不應該成為成敗的標準 主席 今年1至4月 香港入境的旅客有2,100萬人次 但當中非過夜旅客佔了55% 增長12.7% 遠高於過夜旅客增長的6.8% 主要原因 我們是過於依賴廣東省內的客員 其實廣東省周邊的省份的人口是不少的 譬如福建、湖南、江西、廣西 總的人口超過2億 近年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亦不差 國民生產總值佔全國的13% 但由於直航不變 我們看到好像來往湖南 和這個廣西的主要城市 分別每天只有一班機 去廣西每個星期只有三班機 導致這些省市的居民來香港不變 減低了他們來香港的意欲 高鐵開通之後 一定可以吸引這些潛在的過夜旅客 來香港消費 高鐵亦有助於海外旅客 將香港視作為中轉地 增加一程多站產品的吸引力 長矣而言 港深港高鐵無疑有利提升 香港在亞太地區的交通樞紐地位 此外 香港的潮池和福建人超過200萬 不少人早期移居香港 現在年紀老邁 行動不便 他們不敢坐長途巴士 或者費用高昂的飛機 所以他們現在都已經減少回鄉 甚至不願意回鄉探親 香港高鐵開通之後 肯定可以帶動他們 這班老人家和他們後輩回鄉下的意欲 有助兩地鄉情和親情的交流 我是潮州人 所以我知道現在很多老人家都很期待 因為高鐵快點開通 可以從香港直接坐車回到這個潮池 主席 未來內地的高鐵發展 將會由四中四環發展到八中八環的網絡 覆蓋面將由現在的2萬公里 擴展到超過3萬公里 港深港高鐵香港段的路程 雖然只有26公里 但是當一致全國高鐵的大動物 等於打通了內地甚至海外龐大的交通網絡 方便不同需要的旅客 我們尤其是年輕人 將會有更多機會 或更多渠道旅行的選擇 以及發展他們未來的事業 為了看到高鐵能夠便利市民 發揮最大的效益 實行一地兩檢是最理想的方案 多份的民間調查顯示 有超過一半的市民是支持高鐵一地兩檢方案 支持率一次比一次高 我有信心 隨著港深港高鐵投入使用 市民享受到高鐵的便利 將會有更多市民明白高鐵存在的價值 就好像當年香港赤立國機場投入使用的初期 引發不少爭議 在二十年後的今日 沒有人再會質疑香港國際機場存在的價值一樣 主席 目前所出現的對條例的爭議 是源於反對派想利用部分市民 對內地政府的不信任 不斷質疑和提出一些似是如非的問題 不斷製造恐慌 當中爭議第一點就是在西九總站 進行一地兩檢是沒有先例 質疑是各地兩檢 其實一地兩檢早已經不是一個新鮮事物 往來英國、比利時和法國的歐洲之星列車 早已經是實行一地兩檢多年了 在兩國之間都能夠達成合作協議 香港是祖國的一部分 更加不應該存在所謂的各地問題 只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 和香港的法律之下設立這個合作機制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成功的實施 就是最好的例證 為免兩地的人員跨境執法 保證一地兩檢有效地進行 所以我們才有責任 認真地審議這條條例草案 我希望也不是像反對派一樣 設法阻礙通過這條條例 我們也可以看到駐港部隊在香港多年 解放軍嚴格地遵守基本法和香港的法例 從沒有我們看到他們在打擾香港市民 相比回歸之前的駐港英軍 駐港部隊肯定被他們聞名得多 本人相信未來在香港的口岸區執法人員 一定會依法執行公務 不會違反雙方定立的協議和香港的法例 爭議的第二個方面 口岸的設計大家認為有漏洞 我覺得更加是無稽之談 任何的口岸包括保密 保安嚴密的香港國際機場 為了保障消防安全和方便維修保養人員出入 一定是有特別的通道 當然在使用的時候要符合既定的程序 這個是非常普通的常識 有反對派的議員要求提供相關的途跡 是罔顧高鐵口岸的安全 萬一途跡被這個恐怖分子 或者不法的分子取得 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爭議第三方面 大家可以提出 可否不在香港檢驗 我覺得在內地或者在車上檢驗 都是不設實際的想法 香港的高鐵站造價八百多億 主要的設施就是要配合一地兩檢 如果不在香港檢驗 花那麼多時間 花那麼多開支 就失去了意義 只會使用的旅客和市民更加不方便 剛才我說的車上檢驗的建議 在操作上也是不可行的 主席 在審議過程中 我們看到反對派為了抹黑一地兩檢 製造了很多無稽的言論 和沒有根據的假設 目的就是向大眾散播這個恐慌的情緒 本人認為 條例草案的相關細節已經在法案委員會得到充分的討論 我希望反對派議員 不要再為反對而反對 也不要再拉布了 應該是以香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 務實緊提出意見 政府也應該就憲制問題 和條文的內容做好充分的解釋工作 以釋除公眾的疑慮 主席 每人近次陳詞 范國威議員 主席 我發言是反對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是通過的 我是不贊成的 主席請你聽清楚 是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剛才我看你怎樣處理 鄺俊宇的發言又說他離題 你只是集中在那四個字 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一地兩檢 我們是在審議高鐵 一地兩檢 因為有高鐵 需要一地兩檢 政府這樣說 就不是說不說那四個字以外的話 就是離題了 主席請你聽清楚 姚思榮議員剛才的發言 又旅遊又香港人退休 又青年人發展 這全部都是立法會 在法案委員會裏面 審議一地兩檢的草案裏面關注的議題 大是大非公眾利益 涉及到公帑的開支 主席 由高鐵 在立法會撥款第一日 獲得通過到現在 其實香港人公眾對高鐵 法律帳目運作安全等等這些質疑 政府其實等了很多年 都不能夠在我們早前的法案委員會裏面 是提供得到滿意和充分的回應 沒有解決到那些問題 但是政府做什麼呢 陳凡局長就不斷寫信 林鄭又寫信 就說要我們立法會不惜影響我們自己本身 審議議政的能力 就要是促請我們快 快點去通過 快點去通過就好像解決到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繼續放在這裏 在今年的第三季要通車之前 就要趕緊通過定一個死線 這裏 主席 我想強調再一次強調 核心問題就是 高鐵一地兩檢在西九 仍然存在大量的 法律爭議 司法問題 違憲 觸及到香港基本法條文 被違反 一國兩制本質這些問題未解決 除了有民意授權的立法會議員 我們作為民意代表指出的問題 專業界別大律師公會也都多次說了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沒有憲制基礎 張張甚明香港人看在眼內 所以怎麼可以能夠在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裏面通過 一個違反基本法的草案呢 為什麼要相信大律師公會 不是相信剛才在上一次發言的何君堯作為法律界人士呢 因為大律師公會的專業水平是有的 是有公信力的 我們選擇相信 大律師公會就是我們選擇不相信 一個自己在法庭知法犯法影響的何君堯作為法律界人士 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是有重量 何君堯議員就說 那個不是決定 那其實就是講強權而已 就是講強權而已 主席 很清楚一地兩檢草案就是要將香港 我們特別行政區其中一部分 要在我們的司法管轄權的範圍裏面是要劃走 是要剔除 草案的第六條說 劃出內地口岸區視為內地的領域 大律師公會用脫港去形容 我們民主派議員 就用各地去形容 在司法管轄區裏面沒有了一部分 基本法裏面很清楚香港是有地界的嘛 那又不是割地是什麼呢 這個根本就是事實的陳述 不過捉到政府 捉到北京 捉到建制派保皇堂的痛處 這個就是核心問題了 主席 各地兩檢的條款在基本法裏面 沒有憲制和法律基礎 沒有依據 基本法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第八十二條 香港法律適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而香港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享有司法和終審權的 那所以大陸怎麼做呢 大陸政府怎麼做呢 就是人大常委會 政委會二零一七年十二二二七號通過決定 但他只是指出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合作安排的落實 和去確認安排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 但是 這個確認 在個過程裏面 在事後的處理 根本就沒有提出 任何的理據 基礎 去解釋 為什麼是沒有抵觸到基本法 抵觸到香港的小憲法 這個是什麼呢 擺出來的客觀效果 就不是就是剛才何君堯議員多次強調 人大常委的決定 他說符合就是符合 他是大了的 他是凌駕了香港的基本法 凌駕了我們立法會議員 作為一個立法機關 是要遵從 是要不違反基本法 條文的情況之下 是他就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是去進行審議的工作 主席 這個根本就是對香港一國兩制 是一個嚴重的衝擊 開一個洞 開一個大洞 在基本法之上 市民就會懷疑 香港我們一直持守的核心價值 我們的法治精神 是受到嚴重的影響 局長 陳范局長 政府要快 要方便 要速度 要效率 又說有經濟效率 效益為由 就要摧毀我們的 小憲法 摧毀我們的基本法 要扭曲 奉迎北京政府 符合當權者 由上而下 透過人大的一錘定音 犧牲我們香港的法治 用香港人 天價 的金錢 公帑 起一條 天價的 鐵路網絡 主席,我想多次强调在法案委员会里面念知在知多次地追问查询 即使是从这个经济效益的角度去看的话 这个港芯港高铁透过一地两检在西九 这个处理安排都是有大量的问题 不单只是冲击法治的问题 不单只是违反基本法的问题 政府的解释是令人失望的 高铁通车早期到底是会蚀多少钱 政府一直都是没有提供详细的财务推船 局长,我问你多次 一次又一次 你上任的局长都有问 09年政府向立法会申请高铁撥款的时候提供的资料显示 高铁通车之后 头过15年的客量预测 就说高铁自通车日起 就可以营运不需补贴支援 文件更加讲话如果客量是低于预期的情景的话 就会提出即使是出现这情况 营运收益低于营运开支而出现的营运亏损可能性不大 后来高铁超支延误 营运收益低于营运开支而出现的亏损 可能性不高 营运收益低于营运收益低于营运开支而出现的后期 在纹运收益高铁超支 营运收益低于营运压 MING PAO TORONTO 陳范局長更加說所謂補貼是指港鐵拉上補下的補貼,不是特區的補貼 如果政府要跟他簽訂一個五十年營運協議的時候,他自己就會安排了 這個就是現在在席上坐在這裡聽我們發言的局長親口說 主席,港鐵如果要自行安排五十年拉上門下的補貼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會將它轉嫁給市民呢?是不是會將它轉嫁給乘客呢? 會不會即使出現一種情況,香港市民不會搭高鐵,不需要給高鐵票 但是搭港鐵,本地線都可能要為這些這樣的開支,這些補貼是要埋單呢? 但是政府一直沒有說清楚是怎麼搞呢?但是就要我們立法會通過這個一地兩檢了 主席,這個是一條實實在在的財務開支數學題,不複雜,政府也都有責任去交代 主席,還有多個事例,就是根據政府提供的最新資料,當高鐵香港段通車之後,計劃每日開行一百二十七對列車,短途列車 即是說去福田、深圳北、府門和廣州南,每日是佔了一百一十四對,長途列車每日只有十三對 往返的站點十四個,但是其實2009年,又是當年申請撥款的時候,和政府和立法會說的是每日三十三對的長途列車 到今天,即是沒有了一半,沒有了一半,走數,為什麼?陳淑莊議員說說局長是走數局長,就是這個原因 而這些開行列車,站點的分配改變,當然就會影響到高鐵的客量預測和營運的預測 所以最終會影響到我們現在審議的一地兩檢,那個變節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是不是還需要一地兩檢,都已經成為問題了,這條高鐵是不是高速鐵路,都是一個疑問 更加不要說一直都是醜聞,一直都有醜聞,工程又有失誤,超之開言等等 主席,法院委員會裏面,我們亦都有問,政府連有關手續費的問題,高鐵內地段 不是高鐵西九站可以直達的內地的長途站點那些的車票手續費用 政府都不能夠清楚解答,就只是說商討,商討,商討當中 請你們立法會盡快通過草案,你們不通過,不快快脆脆,大不為就是阻著地球轉 這個就是政府擺出來的態度,當然還有這個現在已經成為過街老鼠的港鐵主席馬時亨 都是這樣說,但是市民就會問,議員就會問,這些不解釋得清楚 如果不是會被懷疑是,會不會是魔鬼在細節裏面呢? 刻意地不給立法會,不給公眾知道的情況之下,是去,可以好好的去處理這些有可能出現的問題呢? 所以,只要一日政府不提供,或者提供不到確切的解答的話呢,高鐵的效益,特別是時間,經濟,效率,社會效益 都是,不能夠,即是作為一種,即是遊說香港人去接受一地兩檢,通過的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理據 政府把持的態度就是,過了海就是神仙了,洗濕了頭了,這麼大的西九總站都起了,你們快快脆脆通過了,但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主席,高鐵運作安全,香港人,東眾都是充滿疑問的,只是為了趕通車忽略了監督的程序,看得很清楚了 在高鐵列車試行的時候,又有出軌,又有所謂叫做車輪偏離,又有漏水,車軌是水浸影響得到訊號系統的問題,路軌又彎曲 即是草圖,草耳規劃,施工的過程裏面,又有港鐵,又有路政署,又有獨立監察,又有核證的顧問,都出現了這些疏忽 我們香港人當然就是擔心行車的安全 政府有沒有做好監管的工作呢,是沒有主席 我再次強調,一地兩檢條例草案,講心講高鐵香港斷通車之後呢 其實不單止不會好像政府說,會為我們帶來好的社會的效益 更加有可能是帶來種種不同的負面的影響 我們有同事甚至乎說大灣區概念扣連在一起,但是當兩地的融合是越來越強的話 大陸也都是有些事例就證明了高鐵是帶來了,除了是跨境的僱員居住的話呢 也都有很多樓價會飆升的這些這樣的案例的 主席有兩個,一零年七月上海紅橋高鐵站投入服務之後 五年之後呢,當區的樓價升了一倍,北京洪安城濟鐵路動工階段 當地已經立即成為了炒樓天堂 這個大陸裡面的事例會不會出現在香港呢?香港人是憂慮的喔 還有啊,這個已經是神憎鬼厭的港鐵主席馬時亨又會講 大灣區置業香港的青年快點上去啦,搭高鐵就行啦 過幾小時就回到寫字樓了,這些的說法完全是堅尼地的,主席 梁繼昌議員 多謝主席 我現在發言是反對這條條例草案的恢復異讀 其實就是很簡單,為什麼我要反對這條條例草案恢復異讀? 其實現在我們講的一個是法律為政治服務,民生為政治服務,經濟為政治服務的議題 我們前任局長在興建高鐵的時候,高鐵要來我們財委會拿撥款,拿了兩次啦 這條條例草案在立法會首讀二讀的時候說過,如果這一條的高鐵通過之後 如果這條高鐵營運的時候會帶來經濟效益,會帶來變節 就是這兩個很基本的概念啦 但是其實我們細心點想起這個這樣的表述 其實我可以說在經濟學上這個表述 如果這個高鐵營運的時候會帶來經濟效益,會帶來很大的利益 這個主席,橫體、電體怎麼看都好呢? 只不過是一個規範的表述,是一個 normative的表述 什麼叫規範表述呢? 就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顯示到是這個可以證實的表述 就是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用了千多億,建一條的高鐵 我們要看的是邊際的效益,邊際的marginal, benefit 不是看整體的效益 就是說你用了千多億,有和沒有這條鐵路 究竟香港當然和內地的合作和經濟發展會多了多少呢? 就算沒有這條鐵路,可能大灣區這個計劃都仍然會實現,會仍然實行 但是有這條高鐵和沒有這條高鐵 我們在大灣區的合作,經濟合作邊,究竟多了多少? 經濟效益少了經濟效益多少呢? 講不到給他聽,當然我聽到剛才范國威議員已經一路表述了 每一次每隔幾年,政府跟你說 我們的經濟效益都可能會小一點的 現在可能根本沒有經濟效益 由現在直到2047這一條高鐵 我不講資本投資,每一年其實都是入筆呼之的 好了,我不講這筆了 經濟效益可能真的沒有什麼 變節,究竟是不是變節呢? 剛才姚思榮議員講了兩個事例 主席就說,在湖南,在福建就很多的 因為我們很多鄉親,在這兩個地方都是鄉里來的 很想去探親,那現在呢,就只有一班的航班 去福建或者潮州等等的地方 其實我們搭這個飛機和這個高鐵 其實局長可不可以給到一個概念給我們 我們多多多花的時間是大概幾個小時 幾個分鐘呢? 由我們高鐵站在西九 到去到福建也好,去到潮州也好 去到湖南也好 究竟多多多要幾個分鐘呢? 比起我們搭飛機是相差多遠呢? 而這個相差跟我們飛機的票價 又再比高鐵票價 那究竟那個邊際的得益 或者邊際的不好處有多少呢? 這些數字完全沒有的 就算姚思榮議員剛才說的 都是一些叫normative statement規範表述 好了,這一筆就不說了,經濟效益又不是那麼多 或者很懷疑,起碼我會說 這個變節又不是那麼多的時候 究竟高鐵為什麼要起得那麼快 又要起了之後要很快很快 過了這一條條來,草案好漲 一定兩檢可以在高鐵 可以在香港順利地營運呢? 順不順利我都不知道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草案委員會裡面 已經問了很多的問題 包括主席一個緊急情況安排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如果高鐵在隧道裡面 是停止了有一些的緊急情況 我們的高鐵的乘客要走出車廂之外的時候 那個法律處理是怎麼樣? 局長和一眾的官員都跟我說 這個情況不會發生的 因為其實我們是密封的車廂 我們會用一些的另外的車輛 令到那個高鐵去駛往一些地方 可以停到的 如果你在說在高鐵的車廂之內 發生一些的,例如火警 一些的意外 你是否不讓乘客去逃出車外 要等那個拯救的列車 來將這個高鐵拖回去西九總站 或者拖回去內地的一站口呢? 這個我想是沒有解決到的問題 另外一個很多議員提出的問題 就是國際法在這個內地口岸 正在營運的高鐵列車裡面的適用問題 那局方或者政府的答法就是 這個營運列車和這個內地口岸 佔的總面積都不是很大的 100多萬平方公尺 不是很大 所以有國際法的糾紛的情況 出現的機會率是很低 這個不是說高低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做這個條例草案 其實除了基本法有問題之外 在我們和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簽訂的 一些國際協議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已經是為了規了 在這個協議裡面因為那個香港的規範呢 就是講這條條例草案之前的一個香港特區的概念 而這條條例草案過了之後呢 就會是香港特區沒有了這個內地考案區的概念 這個會議會和原本簽訂協議的時候 我們有航空協議有稅務協議 有投資保障協議幾百條協議 主席解不出 我們是不是要逐一去通知 大家可以說我們等一下,不做,不看 當然,很多同事也都提出基本法的問題 在宗旨辯論的時候,在剛才,基本法十八條,基本法十九條等等 我聽到建制派的時候,因為這一個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人大是最高的權力機構,說了便算一,除定音 問題就是,法律都不外是一個常識的主席 你們不要說因為內地向大陸發,大陸發的國家有很多 法國、德國、日本都是用大陸發,荷蘭等等地方都是用大陸發 當然,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和香港特區都是用普通發 但是,兩種法律不是說真是南沿北徹 其實,大家去解讀一條條例都是有規有矩 大陸發和普通發最主要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的法例都是源自成文法 大多數源自成文法,但是,由於兩種不同的法律體制的互相互動 其實,在大陸發的國家或者地方呢,近期都有很多的法院呢 都有對一些的法例的詮釋是作出了一些的指示 包括現在,最高人民法院都不時會對內地的成文法呢 是會作出一些的解釋或者指示 那這個當然在普通發的地方,我們法院是有絕對解釋法例的權利 亦都有一些案例,因為做了一個判例之後呢 我們特區政府呢,是要去改動這個法例 即不要當我們是沒有什麼常識的人 即你要解釋那個基本法,都麻煩解釋得好些 無論是人大常委,或者在政府給我們的一些回覆裏面解釋 基本法十八條,為什麼OK呢,在這裏 即是這些,簡直就是對我們的智慧是一種無用 當然我另外一個,普通法和成文法的不同之處 就是,成文法在審判的時候,法官是可以有一個角色去做很多調查 這些不說了,這些都是基本的不同 但是對於一個法例的解釋,你不能夠將它無限擴闊 尤其是,對基本法十八條的解釋呢 那麼,我們政府呢,我會引述一下 二月二十二號的一個信件裏面就說 因為呢,現在說的,內地的法律適用的範圍呢 只是在這個高鐵站的一小部分 而適用的所謂的地方是小 而也都是適用在,只是搭高鐵的乘客 高鐵的乘客是可以選擇不去搭高鐵 那就不會,這條條例草案,或者是內地的法律 就不會適用在這些朋友身上 這些是什麼概念來的? 就是說,喂,我們現在要將這個內地的刑事法放在香港 你不犯法,你不去殺人放火 那就不在你身上發生這件事 那麼,這些邏輯大家都看得通,根本是不通的嘛 就是沒有可能是這樣解釋的這件事 那麼,如果又繼續根據這個邏輯去推斷的時候 有一天,美國特朗普總統說 喂,我們現在呢,很多航班去紐約 那麼,我老婆在機場有一個counter呢,就做這個一地兩檢啦 我們用美國法律,我不是只做ICQ 做美國法律,在我們搞定它之後呢 就大家都不用去做清關,去到美國 或者甚至澳洲也是 因為我們跟這些國家都有很多的往來 那麼,那個法律程序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們在立法會那裡通過一個議決案 然後,我們特區政府和美國當局簽了一個合作協議 當然這個合作協議,因為是外交的關係 那麼,人大常委會又可以做到一個決定 做了決定了喔 人大常委會不知道什麼原因批了 那麼,我們回來又做一個本地的立法建議 就行了,我們跟世界五十幾個國家都可能有清關協議喔 有五十幾個不同的法律都在香港會實施到喔 喂,有沒有搞錯啊?這樣就可以了 問題就是,主席,基本法是有條文是有凌駕性 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區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知 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這些是有凌駕性的條文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那些所謂什麼清關是不能夠實行的 因為是第一條,也是第二條 同樣,有一個論述就是說 第十八條,比起政府,特區政府的一百零四條 一百零五條,我們可以因爲一些商業理由去做一些安排等等 這些都不是一些理由來的 有常識要知道,我們的總則第一章 在基本法上是絕對有凌駕性 第二章,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都有凌駕性 所以這條條例,我絕對是一個政治的取態 因爲,如果要改基本法 有個五部曲 而中央人民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夠很安全地 講到給任何人聽 他有三份二位在立法會會支持他收基本法 根本就不用想了,改基本法 那麻煩,基本法底下如何可以將這條高鐵 在他那個構想底下發揮到一些作用呢 就是一地兩檢 但是一地兩檢又,即是和基本法 你說立法原意,基本法立法原意 根本是沒有想到這樣做的 大家講立法原意都不能夠在那裡玩弄市民 一個普通人看一看基本法 都大概知道是怎樣的 但是當然你說,人大的常委是最高權力架構 那大家都知道,法律為政治服務 當中央政治局常委 當我們的胡錦濤前總書記 或者我們現在總書記說 我們要高鐵九月行駛的時候 各級的權力機構都必須要遵從這個政治決定 我反對這個條例草案恢復異讀的理由就是 我拒絕法律為政治服務 邵嘉俊議員 多謝主席 在我表達一地兩檢二讀的意見之前 我想問候一下陳凡局長 因為由昨天到現在都坐在那裡 都是很落力去聽的 所以我想問候一下他,你好嗎? 你的精神健康好嗎? 我覺得陳凡局長這份人有時都挺難觸摸的 立法會 港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 視察高鐵西九龍站的時候呢 陳凡局長明明在4月31日拒絕了議員去巡視內地口岸區界線的時候 就說了,你有你的要求 那我們呢,都有我們的看法的嘛 但是一個月之後呢 一個多月之後呢 陳凡局長就去信全體立法會的議員 希望立法會呢,能夠盡快完成審議並通過 港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局長又說了 政府絕對尊重立法會審議法案的權力和程序 他會以最大的內心和誠意去聆聽議員的意見和回應 那好吧,我聽到這句話 我就以為呢 有人說他是走數局長 但是我就說他是佛系局長 那我就覺得佛系局長真的有一點點鈍誤 他明白為官之道呢 在於聆聽,在於內心,在於誠意 誰知道呢 當全體民主派議員在宗旨代續發表了一地兩檢的意見之後 或者對他來說是一個不合情不合理的意見之後呢 陳凡局長呢 竟然一句回應都沒有 就交給陳淑莊議員呢 直接總結發言 陳凡局長的反反覆覆呢 我真的很擔心陳凡局長的精神健康 是不是有一種叫做 傳說中所謂的無定向喪心病狂格 那些間諜性全新機能失調症真的出現了在香港呢 又或者正正是這樣 陳凡局長才能夠有此能耐 被挑選成為最合適推銷一地兩檢的人選 主席,我絕對不支持 講心講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我會明言 我必定會在二讀的時候投反對票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一地兩檢是違憲違法呢 是因為一地兩檢破壞了一國兩制的決定 政府從來都沒有公開交代多項的資料和細節 三步走什麼時候簽的 還有跟誰簽的都不知道 一地兩檢若然通過了就是賣香港人豬仔 就一地兩檢的爭議 政府一直都未能夠就當中的邏輯問題作出清晰的解答 那又怎麼可以令到民主派議員信服呢 我嘗試總結十三點對於一地兩檢的意見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2010年之後 就花了七年的時間和內地相關部門研究和討論 港深港高速鐵路的海關出入境和檢疫安排 對於有關當局經過七年的研究之後 仍然未能夠為現行安排的法律基礎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一地兩檢安排的法律基礎作的解釋 更加是毫無說服力 令人不滿這就是我無法支持的原因 二,2017年7月25號 政府提出了一地兩檢的安排 即是內地法律和司法管轄權 將適用於香港兩個地區 包括西九龍總集的部分範圍和高鐵的車廂 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大部分的香港法律將會被內地法律 包括大陸的刑事法所取代 我無法接受 舉個例子 其中,任何人在內地 干犯了尋釁之事罪 最高可以判罪五年的監禁 刑事拘留或者管制 但是由於香港的刑事法中 並沒有相同的罪行 引入內地刑事法會令公眾擔心 在西九龍總站示威 會不會遭到內地法律的檢控和刑罰 同樣有沒有市民在西九龍總站的內地口岸區 干犯刑事罪行 將案內地法律而非香港法律審訊和處罰 香港警察在西九龍總站的範圍沒有執法權 而香港法庭也都在這個範圍裡面沒有司法管轄權 這不是各地兩檢是什麼呢 我認為如果一地兩檢安排在香港落實 必須要符合基本法 基本法不單只是香港的小憲法 更加是一個全國性法律 五 基本法第十八條定名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基本法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前 原有的法律和香港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第十八條清楚規定 除了基本法附件三中所在明的全國性法律之外 其他全國性法律是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而能列入附件三的法律 只是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 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法律 第十八條的意思很清晰 香港實行的法律就是香港法律 除了在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之外 其他全國性法律不得在香港施行 有關基本法第十八條容許內地法律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部分範圍實施的說法是毫無理據 此外 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 包括終審權 以及本港法院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所有案件的審判權 剝奪了香港法院的審判權 必定違反了基本法第十九條 七、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定名了中央人民政府所定的 所屬的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務 即使內地部門正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同意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內地人員也都要遵守香港的法律 八、人大常委的討論文件裡面引用了 基本法第二、七、118、119條 指為一地兩檢 安排符合基本法的法律規定 基本法第二條和第七條 是一般性的條文 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高度自治和香港政府的管理 是屬於國家資產的土地資源 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條和一百一十九條 是屬於第五章 是說明香港政府應該提供環境和制定政策 以促進鼓勵經濟活動 九、上述條文明顯地不能作為支持 一地兩檢安排 安排中 基本法在香港部分範圍不適用的依規 這些一般性的條文不能夠凌駕於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 這些明確具體的條文 這樣去解讀基本法不單止是斷章取義 更加粗暴地損害了香港 但以捍衛一國兩制的基本法的莊嚴性 十、再者 香港政府在基本法下面必須履行高度自治的責任 香港政府自行放棄部分土地 令到基本法和大部分香港法是不適用於這個範圍 是違反了自己的憲制責任 十一、同樣 如此粗暴曲解基本法 亦都剝奪了香港法院根據第十九條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內 所有案件行使獨立司法權的憲制責任 十二、我必須要指出 由全國人大頒布的基本法是一項全國性的法律 不但香港政府、所有國家部門都必須要遵守 目前一地兩檢安排直接違反了基本法 一旦實施將會嚴重損害香港的法治 法治是保障香港經濟環境的重要元素 一地兩檢安排必定會打擊公眾 尤其是投資者 無論是本地的、是全國的、是國際的層面 對中央和香港政府維持法治的信心 十三、如果在理據充分的情況下 我不會反對高鐵 但我要強調的是 任何相關安排符合基本法 這些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基本法的意思必須是客觀詮釋 第十八、十九、二十二的效力十分清晰 全國性的法律並不得在香港任何部分實施 除了列於附件三以外 而所有本港的內地機構和人員 必須遵守香港的法律 如果為了方便和辯捷 示意曲解和扭曲基本法和條文的意思 香港的法治將會無可避免地受到打擊和損害 在簡單地表達我十三點的意見之後 我想補充一下 現在高鐵西九總站設立的一地兩檢的爭拗 多數是聚焦在是否違反基本法的問題上 政府一般回應是引用基本法第七條 指香港土地屬於國家擁有 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管理 香港政府把一塊土地租於內地用作口岸區 是有法可依的 是不存在各地的問題 政府甚至將養者的關係比喻為業主和租客 袁國強前司長就說了 業主租了一間屋給我 然後發現原來他不夠用 那他問我租了一間屋 這個權力是可以的了 我沒有深厚的法律知識 但是我和絕大多數支持國家主席習近平 對於實施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的立場的香港人一樣 我不接受將內地和香港使用土地的關係 比喻作業主和租客租來租去這麼簡單 根據基本法第七條 香港土地是屬於國家所有的 這一點是無可推毀的 但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 特別特區政府管理這塊土地 和區內的居民是按照香港法律 而不是內地法律 這一點都是沒有爭議的 因此駐守在香港 象徵國家對於香港擁有主權的解放軍 必須遵守香港法律 又例如 即使有市民企圖闖入軍營 由解放軍制服之後 都不會跟隨內地刑法去執法 而是交給香港警方處理 換句話說 即使內地是香港土地的業主 港府是租客 港府將一個地方 劃為內地口岸區 或者叫做租回房間給內地使用 政府呢 完全有權要求內地部門 在它的租用的土地裡面 遵守香港法律 因此一地兩檢的關鍵問題 不在於政府劃地 或者租地給內地用作口岸區 是不是違反基本法 而是為什麼政府可以接受這個口岸區 搖身一變成為實施內地法律的管轄區 我真的不介意內地官員 可以在土地上面 在香港境內這個土地上面 去香港人執法的嗎 你真的不介意的嗎 香港人真的不介意的嗎 內地口岸區的居民行使清關 出入境和檢疫統稱CIQ的權力 我是理解的 這個也是其他國家實施 一地兩檢的基本安排 可惜政府提出的方案 將內地口岸區所需的權力範圍 致可以行使所有的內地法律 包括不少港人不熟悉 以至恐懼的扣留權 到目前為止 將內地口岸區變成內地管轄區的理據 我只聽到兩個 一是來自律政司司長 一是來自保安局局長 當年港府並沒有要求在深圳灣口岸區 享有超出CIQ的權力 只是內地認為一點權也不及 否則便會 否則便是所有的權力都給了政府 而有賴於一國兩制 香港法律和內地的截然不同 而香港更加是司法獨立 因此港府完全有理由 例如為了保障港人的權利 規定了內地口岸區 所以不可以行使超出CIQ的權力 李家超局長支持內地全面執法的理由 是可以堵塞保安的漏洞 例如有嚴重罪犯 乃反乘高貼到西九 例如內地僱員不能在口岸區域 這個疑犯就可能 就會向港府提出免遣犯的聲請 這一點我是會有相確的 首先為了堵塞 源自內地罪犯的保安漏洞 要將港人承擔內地刑法的風險 這個代價實在太大 更加對香港人不公平 其次內地防犯和捉拿罪犯的保安系統 絕對是非常嚴謹的 例如說內地人購買離境車費 車費是要有身份證明 上車又要檢查 嚴重罪犯可以一上車 到九龍才會被發現這個說法 未免是將內地的公安人員辦事能力看得太低了 主席 最後的時候我想總結 習近平主席曾經在2015年2月2日 他向省部的主要幹部提出 全面依法治的研討會上面說過 一些領導幹部法治意識比較薄弱 有的存在有法不依 執法不嚴 甚至殉之枉法等問題 影響到黨和國家的形象 我覺得現在就是我們的官員有法不依 現在的官員就是將人治包裝成為法治 現在的官員就是習近平主席所譴責的 莫乃光議員 主席 剛才邵家津議員才在稱讚陳凡局長 一直在留心聽議員的發言 他現在都走出去 我覺得休息一下都應該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尤其是如果他出去可以花點時間去 關心一下沙中線現在發生這麼大的問題 但是其實陳法局長都算是盡力和尊重立法會 是坐在這裡坐了 都由昨天坐到今天 但是其實我們真是一路都見不到 其他兩個負責這個法例的官員 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 我覺得真是希望有方法透過這裡都傳召 請求他們回來給一下面子 自己都應該要聽一下議員對整件事有什麼意見才行 好了主席我發言是反對這個廣深港高徹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的二讀 我想很多議員都一路表達那個原因 其實都是因為認為是違反憲法 違反基本法 當然在邏輯上最基本的就是 如果是違反基本法的 我們根本就不應該被他通過 我們宣誓都是要效忠捍衛整個基本法 也都如果有一條這樣的法例擺到上來 也都是陷我們立法會議員於不義的 在法理上面來說 也都是講不通 在歷史上來說 這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先例 主席當然了 你都說了 你沒有權裁決 不是你的責任去這樣做 所以其實整件事就是政府 陷入主席於不義 因為你可能見到 無論你的想法是怎樣 你都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我們議員其實都是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因為的確整班建制派議員 他們會說很多的 不是違反基本法 不是憲法沒有問題等等 但是實際上你聽到 其實我們議員之中 都說了很多的問題出來 政府在草案委員會那裡 其實是答不到 是沒有回答到 到現在 其實情況一樣是這樣 這件事在投票之後 大家就希望當它已經過去了 所以主席其實之前我們才是說 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們要提出一個終止 就是不想這件事這樣去錯下去 但是呢 終止就終止不了 於是呢 我們又回到現在這個困局了 或者這個 也都是 未必真是一個困局 因為呢 始終是一個數夠票就會過的 立法會的這個政治 香港的政治的現實裡面呢 這個的條例呢 最終是一定會過的 只不過 分別是什麼呢 都是看下主席你的決定是怎樣了 就是究竟是 三十六個小時 放多幾個小時給你 還是怎樣 究竟是兩個禮拜 還是三個禮拜 最多就看下打不打風而已 不過今天不會 其實呢 很明顯 整件事呢 是沒有迫切勝的 也都過這條法例呢 是沒有懸念的 那所以我們才講呢 或者我們才覺得呢 今天在這裏呢 跟局長去討論 或者去講回 我們這一條的議案裏面 我們總結回 我們認為有問題的地方呢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始終呢 這個是一個 我們指出很多違憲的問題 我們指出是 破壞了基本法 破壞了一國兩制 破壞了我們原本宣誓 要捍衛的基本法 記得在草案委員會那裏呢 在一個這麼有趣的 這麼公平 這麼民主的制度裏面呢 他也是有三分鐘 其他街坊會也好 任何一個市民也好 也是三分鐘 所以我們都沒有辦法 我們盡量找多點時間 向他問 希望他講得出 希望他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面 都是可以講出他的想法 其實這個安排呢 本身已經是不太合適的了 因為事實上 好像剛才 甚至乎 涂謹申議員都有提過 在之前中止的發言裏面 其實呢 這件事隨時是連中央都猜不到 原來那幫大律師工會 是會反對這一條的 一地兩件的做法 中央都猜不到 但是呢 去到草案委員會 只有三分鐘 我們給了機會大啟師先生說 我記得很清楚 其中一部分就是說 譬如很多委員都說 其實呢 其實他們的講法 可能和主席的想法 和你的講法 都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他們就是說呢 立法會其實不應該是決定 這個地 這一個的 一地兩檢的條例是否違憲 並非這個適當的場地 你們不如就快點通過了它 你們就甚至可能交了個波出去 你們就去司法覆核它 這樣 然後就交給法庭去決定 這樣 那當然啦 我們自己是心知肚明 你這樣說又怎樣 交給法庭又怎樣 然後你又可以釋法的 這件事的結果 可能你都不用想了 你的結果都已經劃定了 但是呀 現在為什麼香港會變成這樣 我們香港的官員也是這樣 對什麼政策都是這樣 我們連立法會的議員都是這樣 交走個波就算了 不關我的事 入得來立法會我以為議員 都想著是有些事情想做到的 想有些事情是真的要盡自己的責任去做的 原來那責任盡責的就是交走個波去 了一件事 盡快的時間去通過了它 現在呢 特首也是叫我們盡快通過了這條法例 寫信要求 草案委員會那時候 主席又是這樣說 盡快開完那些會 解決了這件事 急切勝 急切其實都不知道急些什麼 現在才是 現在幾月了 現在是六月 就是 還有這麼長的時間 根本就不是這樣的事 那我講回大企司那時候怎麼說 我就問他 我說呢 你是否同意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呢 我們快點通過了它 立法會的責任通過而已 通過了它之後呢 就交給法庭去處理 最後你們這些法律界的人士 都應該相信法庭的 就交給法庭處理 還是認為我們在議會裏面 其實是有責任去小心 去細心去審議這些法例的 那他當然的答案就是說 我們是有責任 他認為我們都是有責任去 去小心去細心去審議這條法例的 盡我們的責任的 所以呢 可能因為這樣 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 就交會 交會又交會 一個星期都可以連續開幾天的 一個星期可以開幾天的會議 一天呢 可以隨時開到 整個上週 整個下週 甚至上週下週都開 一次會都未跟到上一次的問題 這些情況我在這裡都要說 立上一個紀錄就是呢 其實是真的未見過一些草案委員會 審一條這麼重要甚至不重要的議案 是會這樣做法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官員回答我們的問題 都不要說那些限時限度 限時限刻 那些這樣的做法 這個也是 即是今年在立法會裡面 各樣都是說 即是破這些先例的 真的 即是各樣都是這樣的 今次政府 我們問他問題 今次的會問他 他都未回答 書面回答你 或者是寫完書面去問 政府去回答 接著第二次會沒有 第三次會沒有 拖一個會沒有兩個會沒有 三個會沒有 四個會沒有 才給一份的書面答案 那些答案呢 我們又沒有機會去再追問了 還有 主席 那時候真的很狡猾 有最多答案一起給我們 是什麼 最後一次會 整個答案都給你 搞定 完了 接著呢 我們想再跟進 其實沒有機會 以前我們見 在很多草案委員會裡面 那些主席 其實呢 即是都會 無論是哪個人做 不分黨派 正常的 是會幫我們追問政府 你這裏答 是不是 答了之後要坐在這裏解釋 這次完全什麼 這些規矩完全沒有了 我都開始覺得 這次這個草案委員會裡面的 主席 或者甚至乎是副主席 究竟是用 他們是作為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還是覺得他們是代表政府 去配合政府去做這件事 那當然我不想揣測 但是實際上 這個也是我們在選主席 副主席的時候呢 我都要在這裏說 我們民主派的議員已經提出 反對那個做法 就是說呢 其實副主席都是行政會議成員 不是的 這個觀感已經是不好 實際上做出來的結果呢 亦都被人家見到 實際上來說呢 是 跟我們原先估計的最壞的想法是一樣的 行政 不是 行政配合立法 是立法 是完全去配合行政 草率地去通過了這些條例 通過了委員會了 這個階段 來到這裡 去到二讀 也是這樣 所以我只是想看到這個部分 ,我有一個一條法例是有一個問題前面的選舉到這條法律 ,有一個問題點的問題是有一個問題的問題 ,是嗎? 我認為是有一個問題的問題 ,是有一個問題的問題 ,有一個問題是有一個問題 ,是有一個問題的問題 ,是有一個問題 . 的確會令到一些國際的形象 商界看我們香港的形象 外國政府在香港的法治是會受到影響的 有建制派議員在剛才宗旨的時候 臨尾都要加幾句 就說是嗎?我都沒有聽過 你哪有這麼亂說 我就可以在這裡說 是真的有多於一個外國的領事 是向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質疑的 他們的問題就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他們的國民 在那個內地的口岸區裏面求助的時候 究竟他應該是香港領事館 還是廣州的領事來去處理這件事 他都說拋頭沒有人可以回答他 香港政府沒有責任答這條問題吧 是不是?我不知道 還是內地政府 當然他都不知道怎麼問內地政府去問這條問題 這些就是其實 那你又說了 你們那些人想起了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拋…什麼… 拋了個… 拋了個… 跌了個乘客出去 在隧道裡面又怎樣 那些… 喂!這一個問題 不是我們想得出來的 是很多外國的事節呢 跟我們很清楚去表達呢 是極之有問題 是令到他們覺得不知道他們怎樣處理 當然沒有人可以代表他 甚至在這個議會裡面 沒有人可以代表他去問到這些答案出來 但是我真的希望政府要正視 就算你這次的議案 這條的一地兩檢的條例是通過得到的話 這些問題並不能夠當作沒有事 過了關就沒有事 因為事實上有些朋友跟我們這樣說 就是說其實你沒有所謂的 你有條條例通過了之後 其實你看他一直執行的時候 不要說現在在工程那裡出現一些問題 一會有噪音又漏水這些不再說了 我不是很想用一個 好像說所謂很黑心地去想這件事 而是我們今天指出來的 我很希望大家到時要每一個市民 都會看得清清楚楚 在草案委員會上提出過的 在我們今天下個禮拜 我們再會講出來的各種的問題 其實到最後真的會逐樣逐樣發生的 到時那些亂象 不好意思 結果就是你們現在的官員就要處理的了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 甚至乎之前要提出宗旨 今天我們現在在這裡說 二讀要否決這條條例 我們投反對票 民主派所有的議員一定會在這裡投反對票 那個原因就是不想這件事錯下去 不想這件事真的再錯下去 如果你要錯下去的 我們就要告訴你 我們已經叫了你這樣做的了 但是你們是一意孤行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就是盲目執行 中央命令的結果 就是 將來你們真的要有很多蘇州市要處理了 只要是定義 謝謝主席 最近我看網絡新聞 有一個挺受歡迎的文章 就叫做新聞逃避者 就是說其實現在香港已經太灰心了 所以看到的新聞都另一面了 我覺得高鐵這個一地兩檢 都算是另一面到相當高的新聞來的 試一想 你問是不是香港人是不知道那個問題在哪裡呢 其實就算連民建聯那個民意調查 你看到就算他有六十幾%能支持這個方案 都是 只剩下46%的人 是覺得他是沒有違反基本法的 其實市民 用民建聯那個標準 其實你都看到那個很微妙的心態 就是他看到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在這個場合我都沒有辦法了 因為這十五分鐘呢 其實我們很需要告訴 還沒有逃避這類新聞的市民 還有 有機會想回頭 很希望知道到底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的人 立此傳召 說回這個高鐵這麼久以來的問題 陳子全議員剛才說得很好 這個真是一個最差最差的結果來的 但是可能我們很多人都忘記了 這個最差最差的結果其實都是一步一步地 去引我們上賊船 一步一步地夾我們的 大家記得其實這個高鐵是真蔭權時代十大基建 無端端呢 無端端呢 就說要搞到去這個西九龍的總站 本來呢 我聽聞了 都有不同的方案考慮過 現在選擇一個最貴的路線 好了 選擇了最貴的路線 那當年就有很多很多爭議 那些我都不提了 但是當年的政府其實又答應了立法會 就是說 我們當然是上了一地兩檢 不過又真的有這個 憲法上面的難度 那所以如果搞不成的話 那都可以有其他方案的 都無損這個效益的 那就燃油在意 那被他打劫了六百幾億 然後呢 又說一五一六通車了 怎知道又沒有 又超之百幾億 即是那些很噁心的那些 那些當年的問題 連這個西九龍的總站 但我地下是花光硬是硬是硬的 都不知道的 那些問題 又一筆脹 然後原來呢 在福田已經預留了地方 做福田的做一地兩檢的 那結果 那結果又是不做了 不做一路拖到去 2017年 就說 醜婦終須見家翁 就要做一地兩檢了 那時候 袁國強還拿了二十條出來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2007年的時候 那個深圳灣口 一地兩檢 都是拿二十條出來 我們就知道 他實在是 照版主碗 就把所謂的複製 不過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因為一個就是在大陸那邊 一個就是在香港那邊搞 但誰知道還不夠壞 二十條 原來自己又可以殺自己 袁國強都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落了馬 做了一個 到現在 其實 你出街問一下香港人 到底現在 是按什麼的制度、程序 除了那個三步走 沒有這些念口謊的說話之外 到底是按什麼制度、程序 去搞到現在 我們手上的這一本 十個市民 我相信有九個都不知道 因為從一開始 政府就是用方便 去作為 那輛坦克車的 最前面那塊鋼板 向前撞 其他那些 所有的 對於制度的質疑 對於 各方面效益的問題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這些事情 全部都好像 在這個方便的大前提下 都向前撞走了 主席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 對於 運防局 和 律政司 整個 運作的方法 想法的 模式 是非常之失望的 三步走 那你最後一步應該是香港的 但是你完全看不到特區政府 是以香港 整體制度的利益為二貴 反而是怎樣呢 其實他們兩個 就扯貓尾 運防局 就是負責去隱瞞資訊的 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 條例草案都快要通過了 連 深圳灣的時候 有的 透明度都沒有的 我們又不知道 你簽 有沒有簽了 這些租用的協議 有沒有 定了 是價錢 到底是租還是不租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有個說法就是 其實都不是租的了 因為有什麼理由業主要向自己租的地方 所以是永久的了 那到底是什麼呢 居然可以到現在都不知道 港鐵 這個 好像變相一定是營辦商的機構 還有政府 是不是又簽了東西呢 好像還沒簽的 還沒簽 但是又好像試車也是他 什麼都是他 已經全部寫了包單 但是 我們完全沒看到他新的那份 服務經營權的協議 跟著那些 其實有多少人會回答啊 會蝕多少錢啊 究竟有多少班車啊 喂大哥 真是去到2018年 這些都是2009年開始 剛才很多議員提到 2009年 從擺上立法會開始談 就已經一路拖拖拖拖拖拖拖 其實有個 已經是習以為常了 逢親是跨境基建 運防局就是好像 腦閉塞了那樣 嘴又閉起來了 合起來了 完全是 不會向香港市民負責的 港珠澳已經是另一個很清楚的例子 律政司呢 本來我想 經過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呢 很多市民 都對於律政司 應該都有少少尊重的 但是過了一次之後 你就會發覺 哇 原來已經去到這個地步了 什麼地步呢 就是為了要幫北京去解釋一個 其實解釋不到的法例 去解釋一個 其實一個十歲小蚊仔 你跟他說 有基本法十八條 就是不可以在香港實行全國性法律的 不可以有這個內地的執法人在執法的 那那個就是規矩 那現在你要做那個一地兩檢 就是違反這個規矩 那現在律政司的任務就是 要解釋一個解釋不到的問題 那他的理由呢 其實真的 主席是完全離譜了 解 為什麼沒有違反十八條 他就說 其實不關十八條事 明明是關事 又變了不關事 叫他解 基本法二十二 括弧三 所有 大陸裡面的機構的人員 都要在香港 去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那就問他 那內地考案區那些怎樣 他可以解釋說 因為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生效之後呢 那些人不是 遵守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所以他就不用遵守香港法律 這樣也解得通 這個就是我們的律政司 他給了一個什麼示範 我們的香港市民看 就是在這個 其實是 北京和香港之間 我們如果說 平等相待的 那我們的部門 是不是應該站在我們 香港市民的利益那裡 幫我們捍衛 拿到最多的資訊 也都在那個條例草案裡面 去給我們最大的保障 但是沒有啊 現在反過來 刀刀插到行的 最差那個方案就插過來 其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由十年前曾蔭權那些十大基建開始 整個策略就是 第一 用硬件 去逼你在軟件上面就範 什麼意思呢 哦 建了一條橋啊 建了一條鐵路啊 那當然要方便啊 是不是 花了那麼多錢 那怎樣方便啊 就搞 啊 汽車又可以自由行啦 越多越好 要不然條港珠澳大橋 怎麼會失敗的啊 要不然又變成大白象了 啊 高鐵 就一地兩檢了 次下 就弄了一些 大灣區身份證啊 啊 電子卡 啊 那些東西 你們十年前 原來那些 你們那些 親北京那些智囊 已經寫了出來的啦 好像那本預言書 那樣寫了出來啦 一個就是用硬件 去逼你軟件 洗光香港人的錢 跟著又逼你 去自己破壞自己的制度 第二個 都是相類似啦 是不是 一步一步的 機關算盡 用所謂商業的好處 商業的利益 去逼香港人放棄 我們政治上的自主 除了剛才說的 很直接的 關於怎樣過關 是一地兩檢啦 這個 將本基本法都 都丟了 還有 你想想 香港都是因為高鐵 所以第一次有這個實名制的 而這個實名制 加上 所有 現在 大家看到了 科幻小說式的 中國的那些 人念辨識技術呀 大數據呀 它加在一起 就是一個 將香港 納入去 這個 中國的 科技監獄 數碼監獄的一個 其中一步 扯你進去 加上 遲些又派了大灣區身份證給你 然後民建聯又說 大灣區的 在大灣區上班的香港人 又要 在那邊都可以投香港的票了 每一步 都是機關算盡 要逼香港人 放棄他的自由 放棄他的政治權利 整個 根本就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而 在本會裏面 主席閣下你 極之無恥地去設定 辯論的時限 規限這個修正案的提出 朱凱迪議員 我的決定是不容評論 也不容辯論 如果你繼續是這樣 再評論我的決定 我視你行為極不見面 是 少安無措 最多終止發言 是極不見面 好 我還有兩分鐘 很簡單 我就說 那個機關算盡 現在在本會這裏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由這個要搞一個政府的議案 做這個建立的合法性 跟著呢 就回到來神速 由葉太搞的法案委員會 到現在這個操作方式 很明顯就是在立法會裡面 去建立一個 為下一步 無論是國歌法也好 23條立法也好 進一步去剝奪香港人政治權利的法例去鋪路 所以你看到 香港人 你逃避新聞 我都很明白 但是這些科幻小說式的 北京對香港的控制 已經是透過一地兩檢 都可以夾到來 我們現在要做的 首先就是要認清形勢 還有我們每一步 每一步 我們都要知道 從一個大的角度去出發 不單止只是想香港的政治 不單止只是捍衛香港人的自由 捍衛香港人的政治權利 也都要知道北京的圖謀 我們聯合 所有不希望受到威權控制的人 一起去對抗威權的統治 謝偉傳言 多謝主席 主席 我國的高鐵網絡 應該是在當今世界最大規模 總理數是超過2萬公里 月季去到2020年 更加會達到3萬公里 覆蓋全國八成以上的大城市 高鐵除了可以利便市民和旅客 拉近人與人 城市與城市的聯繫之外 還會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 其實在香港興建高鐵 早在2000年已經開始討論和規劃 至今已經過了足足18年 18年一個寶寶仔都變成成人了 內地的高鐵網絡 現在已經發展到四通八達 並且將相關的建造和營運的技術 輸出海外 但是在香港 還有人現在還在爭取高鐵的 值不值得起 一地兩檢還是兩地兩檢好 不停地拉布 初陀歲月 早前瑞士樂商學院發表全球的競爭 歷排名香港是因為在基礎建設方面表現獻階 而導致整體的競爭排名 就由世界第一位跌到第二位 實在是不無道理的 部分反對這條草案的人士 他們質疑高鐵西九站的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 他們質疑它的法律基礎和實際運作上的種種問題 擔心會影響人權、自由、法治 以至在執法和營運上可能出現的問題 亦都有人對高鐵的票價、購買的安排 或者在試車的時候出現技術和安全的問題 表示關注 香港經濟要持續發展 把內地發展規劃所帶來的機遇是非常重要的 在交通基建上必須是折軌 往生港、高鐵、香港段 和另一個重要的跨境基建 港珠澳大橋 都必須盡快開通 加速兩地的人流、物流等來往互通 在高鐵西九龍站的實施一地兩檢的通關安排 目的正是讓香港市民可以更快 更方便地往來內地作為旅遊、經商、就業、就學、甚至定居 是香港主動向內地提出的要求 若果內地的高鐵網去到深港邊境就停了、斷了 香港就會很容易被其他內地的城市孤立和邊緣化 承擔不了我們國家高速發展的列車 既然高鐵對香港有利、對市民有利 並且獲得大多數的市民支持 如果當中出現法律的問題、營運的問題、或者票務的問題 作為立法會議員都是應該以積極務實的態度去找辦法解決 不是一有任何擔心或者疑惑、憂慮 就什麼都不做 一味抗議或者拖延 甚至為反對而反對 為爭拗而爭拗 有關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 兩地的政府已經是透過三步走的程序去解決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在去年底作出議決 確認高鐵一地兩檢是合作的安排、合法、合憲 大家必須明白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憲政安排 都是在源自中國憲法 以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就是解釋憲法和基本法的最中及最權威的機構 如果這樣都還有人不認同 亦都可以通過司法的途徑等法院去處理 而不是繼續在立法會兜兜轉轉 以而不決、浪費光陰 主席 事實上在美加和歐洲等國家也都有類似的一站式通關的安排 香港的深信灣口案也都已經實施了一地兩檢多年 至今沒有聽過出現什麼大的問題 對於票價和票務的問題 我很高興最近也有反對一地兩檢的同時對此表達關注 要求政府和港鐵盡快和內地當局商討 盡量減低票價和簡化售票的手續 最好令到香港人可以直接在西九龍站買到車票 直達到全國的高鐵車站 似乎他們也都感受到很多香港人熱撤期待高鐵香港段的通車 最後我想說的是 在立法會三讀通過一地兩檢草案 以及高鐵香港段所有工程順利進攻之後 政府和港鐵必須做好相關的籌備、插試和應急應變的工作 避免香港高鐵和西九龍站在通車的初期 好似當年香港國際機場開幕的出現混亂和甩漏的情況 主席,我僅此陳詞,知此草案易度 毛孟靜議員